国内外的展览是尖利不断 所以9月份的行情能不能够挥别阴霾 短多格局不变呢 国人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古海洋帆 好 持续进入到9月份 而今年的9月比起往年的9月活动 是真的多非常多 除了大家熟悉熟知的 苹果即将发表会之外 下个礼拜先来的是国际半导体展 月中还有我们台北国际航太季国防大展 以及美国国会也把所有的AI大老板都找来 说月中也要来开AI论坛 看起来题材活动是轮番上阵 所以资金行情资金派对是不是会开不完呢 因此今天就要从这么多的题材面来探讨三项 第一个就是AI论坛 是不是能够让AI话题有继续延伸的延伸力 那是不是就能够推动灰达的股价继续创新高 但是人家灰达创新高跟我们有关系吗 第二块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航太大展 那航太大展对于我们的概念股也好 或者是对我们的台股到底有多少的激励效用 以及第三点最近除了在风涨灰达之外 国际资金也在风买越南版的Tesla 让所有的汽车族群现在是心痒痒又要重新发车了吗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来到现场 来帮我们来做闪业上面的详尽解析 首先第一位是王文良老师 老师你好 晚安 云霆晚安 大家晚安 第二位是李世青老师 老师你好 晚安 云霆晚安 大家晚安 灰达真的是强到没朋友 这礼拜的股价是不断的再挑战历史收盘新高 但是灰达强 AI热度往上继续的窜身 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 除了刚刚点到的几项活动之外 其实9月份还有很多的问题一箩筐 包含联准会又要开会了 包含美国财政部又还在继续发债 资金不断的在吸纳 不断的在抢钱 第三个就是高盛说了 美国政府可能9月底又会面临关门危机 所以文良老师 好 现在有多又有空 灰达还能够掩盖所有的问题 让行情继续涨吗 我想其实这是现在市场热度还有资金 确实在短线上都朝AI的族群做集中 所以不只是在台湾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是说 其实现阶段从整体上来看的话 现实的经济的环境 它并不是真的太理想 也就是说AI还是处在一个画梦的阶段 实质能够获利的也只有挥打 还没有包含到其他的公司 另外现在美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普遍的投资人期待的不是经济数据越来越好 而是经济数据如果差一点的话 或许联准会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不会再升息了 因为如果经济它能够放缓的话 经济能够稍微的 这个经济数据没那么漂亮的话 或许他们会考虑说能够降息 甚至于停止升息来减轻一般民众或者是企业 他们在资金上的一个负担 那我们却发现 其实联准会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松口 今年它会不会降息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所以因为他们最主要最在意的是什么 还是通膨的议题 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通膨应该已经降下来了 但是这如果排除掉食品跟能源的话 其实整体的通膨率还是高达4% 那它的目标是要把通膨率降到2% 所以这个目标在达到之前 他们其实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 来维持现阶段的高利率的政策 或者是采取升息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他也表示最起码还会再升息一次 所以说现在投资人所要面对的 还是后续的一个 有关于联准会决策的不确定的因素 只是大家现在稍微认为说 也许再升息也不过就一次而已 或许它已经来到了这一个 整个利率循环的升息的终点 那么另外在美国的一个财政的部分 它的确是持续呈现恶化的情况 尤其之前才被姓名机构调降 美国主权再信的一个平等 那么在今年的第三季 美国的借款 美国政府的借款已经上 余额已经上调到1兆的美元 那它发债的规模 如果说我们今天发债是为了解决疫情的问题的话 那现在它发债的规模已经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准 那因为利率不断的上升 所以新债购买新债的人 它的收益比较高 所以当然这对于整个市场的资金 会有一个吸睛的效应 那接着我们再来探讨说 为什么大摩他们现在其实 对于AI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那今年所有的AI股普遍的涨幅都相当大 那在这个地方虽然有相当多的利多 尤其在9月13号 还有各大巨头会商要来探讨AI这个议题 要制定AI的一个标准规范 还有利益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政府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是这个未来性的一个 所谓的巨头的一个聚会的一个 消息的推波资源之下 这让市场对于接下来AI在整个商业化的应用 有了一些想象的空间存在 会不会过了9月13号之后 大家就可以具体的明白说 到底这些AI对于企业 或者对于民众能够带来多大的利益 他们可能像是iPhone一样的 形成一个产业的革命 所以9月13号之前 市场对于整体的AI的一个产业 还是会有非常高度的期待 所以说我们认为现阶段来讲 因为AI的热度不减 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要注意 基本上美股现在是呈现了跌升反弹 那反弹力道虽然强 可是到昨天为止 除了科技股之外 整体的美股的表现 它的走势还算是相当的温和 这反映在星期四的台股 它并没有特别的强 它也没有完全去反映 美股的一个涨势 这也代表说 其实现阶段整体的行情 不只是美股包括台湾 在进入了跌升反弹之后 后续就会进入一段时间的整理 然后再观察 接下来联准会的决策 还有经济状况的一个改变 再来对于市场 有进一步的一个刺激 老师我们想搞清楚的是 到底现在这一次 挥打AI的作用力 因为跟刚开始 AI在涨的那个位阶 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这次又有AI的 这个论坛要登场 那它这次的推动力 美国股市还有没有 继续在攻坚的空间 其实美国股市会不会攻坚 是未必 但是挥打它是有可能 因为现在挥打 它能够去连接到的 延伸出去的 并不是说光是下单给台积电 或者是AI伺服器 现在是连谷歌都找挥打合作 为什么谷歌要找挥打合作 因为谷歌有地图 那挥打有人工智慧的晶片 所以这一合作下来 那再来就是特斯拉 跟挥打订晶片 订了1万颗H100的一个 这个AI的一个晶片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们要去结合 未来把整个自价的一个功能 加速让它能够去做实现 所以就挥打本身来说 它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大家都找它 因此挥打的股价 还会有一波的一个 这个涨势可以让大家做一个期待 那如果撇除挥打呢 撇除挥打的其他架构呢 其实真的获利的就是挥打 所以其他的厂商呢 他们实质上在今年能够呈现的一个利益 是相对有限的 那未来的一个获利也看不太出来 因为几乎毛利最高的 利润最大的就是挥打那一块 这好比台积电的执行长 魏哲家他说 总裁魏哲家他说 我们卖给挥打的晶片 才几百块美金 他卖我们一台就要20万美金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一个 利润在挥打的身上 那完全反映在他的身上 所以其他的股票呢 到这个地方 有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震荡 那最后可能就看到 挥打在表演 那其他的股票可能慢慢的 就会慢慢的走势呢 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平淡的阶段 所以整体来说 9月份的行情 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预测看一下说 你觉得接下来的走势 它还是一个震荡盘吗 还是说因为9月份的问题真的也很多 那就让AI去挥打去表演 可是接下来要反映的经济面问题会在9月爆发 会 所以说今年的9月呢 应该是震荡盘整 然后呢 它的高点呢 往下来这个做一个 这个高点会往下 逐步的往下 那低点也会下探 然后呈现一个往下的一个相形的一个整理 但是它不会急速的重挫 因为现在整体市场的热度还有 所以在9月份呢 我们的研判是 这个再做一个横向盘整 但是区间会往下做一个 这个调整的一个情形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表示说大家的操作要略微保守一点点 要 需要保守一点 OK 先把9月份的路线抓清楚 因为我们确实也从 挥打AI族群对照我们台股的表现 也发生一个很怪异的事件 好像涨都是涨在挥打 涨在挥打身上 拉也都是拉挥打 跟我们台股一点关联都没有 挥打这几天的股价持续在创收盘历史新高 可是我们的AI族群 要嘛不是天天开高走低啦 要嘛就是礼拜四那天还直接又回跌开低 好 要请这样的事情 到底我们跟挥打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也是跟着挥打一起在赚钱 但是股价为什么已经开始 先行的有走势分化的情况 我想这个 跟刚才王老师讲的一样 其实主要你还是看他表演 这个情况跟谁有点像 我跟大家讲 就有点像苹果 大家可能不知道全世界 手机产业如果说有获利的话 85%被苹果赚走了 其他的众多什么小米三星什么 很可怜啦 众多的这个安卓阵营或其他阵营 才只能分时那剩下15% 那现在摆在眼前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只有挥打有办法做出这种 H100或A100这种高阶的伺服器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其实我认为挥打还会不会继续走 AI甚至说整个产业还会不会继续走 我认为还会 主要原因几个 第一个是我认为跟刚才这个 王老师讲的一样 苹果之后还有没有哪一个产业 是这种革命性的发明 其实那时候为什么 其实手机早就 这个民国八十几年 大家早就人手一机 为什么到苹果才开始 这个智慧手机开始萌芽 因为它可以上网 它很多APP可以动 那大家去想 其实AI不是你区区你一支手机 或者是你的电脑 就可以做到 它所谓AI其实是 连上云端的伺服器 利用云端的伺服器 其实伺服器讲白了 就是很多台电脑 超级电脑 连上你的超级电脑 帮你运算再丢回给你的手机 所以我常讲 你自己做一个实验 你把你的手机把它断掉网路 然后你再喊Siri 你看它理不理你 因为Siri它的作用就是 帮你连上网路 帮你找答案 那第二个就是 我为什么认为 AI还有这个发展的空间 因为我们现在才只是萌芽阶段 我们现在一般民间所谓的AI 大家去回想这波AI怎么来的 是不是从所谓的Chair GPT来的 那只是跟你聊天 或者讲白一点帮你找资料 大家知不知道美国的军方 已经把AI用到实体战争上面 就几个月前我看到新闻说 他们把这个AI装到这个F-16战斗机里面 不用飞行员让它自己飞 然后派了五个最顶尖的人的 真人的飞行员跟它对抗 只有全军覆没 为什么 因为人家AI有大数据 可以最精准的判断说 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战术 所以这到底跟我们的营收 有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关联的话 难怪我们不会继续涨了 没有 应该说 跟刚才我讲苹果一样 大部分的获利 其实还是被挥达赚走 但是你说台湾会不会受益 还是有 虽然说是跟挥达比起来 比起来算是迎头小利 但是其实大家要去想 我们台股的市值的size跟美国是不能比 美国一个苹果 它的市值就比我们全台湾 全部股票的市值来比的话 其实人家就赢过我们 所以你说对比挥达 虽然是迎头小利 但是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或许还有机会 所以在这个8月份的营收 因为进入到9月份 8月份营收 你觉得怎么预测 我觉得8月份营收 应该不会非常好 但是好 但是没有好到非常好 所以最近的回跌是因为在 可能预期8月份的营收 没有想象中好 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请导播上一下 我带来的图表 其实这个时间点本来就要修正 这张图表其实大家可以存下来 我做了一个统计 我从1950年统计到去年 70多年 大家看 我把一年分8个季度 其实一年只有4季 我又把每一季分上下半季 第三季的下半季是几月几号 8月16到9月30 确确实实是70年来美国 比较容易修正的一个季度 所以大家去看 如果说接下来9月 还在这个季度里面的话 是不是比本来就比较容易修正 跟刚刚文良老师说的 这个9月份的看法 可能是一个区间 甚至往下不谋而合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想问的是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 那好啊 现在很多人相信一堆手上 都还是AI个股怎么办 对那我AI股 我带来一张表 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说你是这个 伺服器股的话 你大概就是9月底再加码 因为9月差不多 修正的差不多 那晶片相关的股 比如说创意四星的话 你等它回涨30%以后再进场 那当然你要留意台积电 到底有没有变好 那如果散热族群的话 你跟着伺服器一起做就好 那COWAS相关我们后面节目 会再讲这也不赘述 那网通跟云端 我觉得都是可以长期持有 包括这个总统候选人 赖兴德先生也说 他说网通族群 很有可能受惠到 所谓去中化的这个题材 所以这几个族群 大家看刚才那张图表做 我觉得按图所记 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时间可能还是 要懂懂的意思 对 9月可能还是偏整理 要需要先时间做整理 那如果在这个整理 或是收息的等待期间 有没有别的人可以窜出头 来扛这一只大旗呢 最近国际上面的资金 除了看灰达之外 有发现到吗 好像开始在流窜 越南版的Tesla 那这会重新带起 电动车的气势吗 收集一下 接续回来 电动车的车 电动车的车 《对视频》不易做 傻盘 第五次 感谢观看